哈利路亚 今天晚上呢 我们要继续的分享 书领真传系列的信息 我们打开 以夫所书的第六章 以夫所书第六章 我们分享书领真传的信息 以夫所书第六章 我们今天晚上呢 分享的从十五节开始 我们已经分享到 用真理的带子 用真理当做带子树腰 用公义当做呼吸金折胸 第一个见面 我们要明白他属灵的含义 就是我们越明白真理 我们越会有力量 越明白真理 我们越会有信心 在生命的每个领域当中 你越明白真理 你越也能够活出基督的得胜 阿们 同时 关于公义当做呼吸金折胸 对我学妹 你越知道在基督里你是公义的 你就被保护 你就不会被攻击 你就不再受欺压 你也不再忧虑担心和惧罚 你的心会被保护 阿们 你的心会充满属天的喜恶 因为有公义做呼吸金保护你 没有什么能伤害你 在基督里你是公义的 弟兄姐妹 你越发知道你是公义的 你知道吗 你会越来越谋属 没有什么能伤害你 阿们 你是被保护的 好不好 今天晚上呢 我们从第十五节开始 又用平安的福音 当做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别问姐妹 今天晚上呢 我们分享的是 这熟灵的全副武装 第三个方面 是怎样 是平安的福音 平安的福音 什么是平安的福音呢 弟兄姐妹 平安 平安 其实西伯来文叫沙漠 沙漠 那平安是什么意思呢 平安 就是我们与神之间完全的和好 就是与神之间完全的和好 与神完全的和好 与人完全的和好 与世界大自然完全的和好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和好状态 一个和平和谐的状态 所以平安 代表的是神的国度 给我们带来的 永远的熟灵的平安 阿们 所以平安的福音 也就是说 福音就是好消息 对不对 每一天 我们要听到的福音的信息 他就是关系到 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 为我们埋葬 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他建立了天国 在我们的生命中 他带来了神国度的平安 神国度的平安的好信息 在我们的生命中 也就是说 哪一天我们要听到的道 都是沙龙的道 都是平安的道 都是天国在我们生命中建立和掌权的道 都是基督的救恩 从死里复活 所谓我们成就的救恩的道 这样的平安的道 这是平安的约 这是恩典的约 这是慈爱的约 这样的一个约 这样的道 它是福音 是好消息 阿们 每一天 我们要穿上 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弟兄弟弟 这时候说明一件事 我们每一天 都是行走在基督的平安里面 都是行在基督的福音里面 都是行走在心悦里面 那么 基督的平安 到底是怎样的平安呢 因为你要看到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是没有平安的 每一天 你不知道世界上会发生 多少的事情 车祸 飞机失事 是不是 房屋倒塌 砸死几十人 疫情流行 一个小 一个一栋楼里面 有一个人 担任了疫情 整栋楼都要被封锢 是不是 每一天这个地球上会出现各种各样不平安的事 各种各样问题 各种各样风浪 包括瘟疫 战争 地震 这一切的事情 弟兄姐妹 这个世界是没有平安的 那对于基督徒来讲 什么才是平安呢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在这里我们看到 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宝贵的弟兄姐妹 宝贵的弟兄姐妹 在这个世界没有平安 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平安 阿们 平安的反义词就是忧愁 就是胆怯 弟兄姐妹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平安 我们拥有的平安 不是这个世界的平安 不是人所赐的平安 没有人能保护你的 没有人能照着你的 只有耶稣基督 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才是真正的平安 耶稣是平安的主 耶稣是和平之君 耶稣把他的平安给了我们 平安就如同走路的鞋一样 每一天穿在脚上 也就是说 每一天你都是活在基督的平安里面 弟兄姐妹 不要忧愁 不要甘心 不要害怕 不要说真干太大了 不要说大逼迫要来了 这句话不要说 不要说我太痛苦了 不要说环境不好 我太忧愁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知道在基督里的平安 你每一天都要选择相信 阿们 为什么这福音会被称为平安的福音 包括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耶稣说 他要把天 他要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 罗马书十章十五节 若没有奉差遣 怎能传到呢 如经上所记 传福音报喜信的人 他的脚踪 何等加美 脚踪是加美的 为什么脚踪是加美的 弟兄姐妹 因为传福音的脚踪 因为是报喜信的脚踪 而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 我们所报的喜信 它是平安的福音 因为神知道 人很容易倾向负面 人很容易 内心容易焦虑 容易忧愁 容易看问题 看环境 看世界 所以弟兄姐妹 作为传道理 我们每一天 应该是要把基督的平安 平安的福音 与弟兄姐妹分享 只有神 只有在基督的平安 才能胜过一切的忧愁 一切的胆怯 一切的忧虑 所以耶稣 把平安给了我们 弟兄姐妹 如果你知道 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是平安的 在任何环境当中 你都是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平安 有神的保护的 你不会忧虑 不会焦虑 不会忧愁 不会感谢 让我告诉你 魔鬼 没有办法对付一个 知道自己在基督里 有平安的基督 弟兄姐妹 因为你的心中有平安 你每一天都相信 你是平安的 你要知道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 他见到每一个人 都会说 愿你们平安 耶稣见到摩大纳的玛尼亚 愿你们平安 这些门徒在房间里面聚会 他们把门关上 因为他们害怕犹太人 耶稣超越时空 显现 站立在他们当中 耶稣直接对他们说的话 是愿你们平安 阿们 弟兄姐妹 每一次你听讲道 传道人会说 在基督里平安 弟兄姐妹 平安不是一个投作禅 平安不是我们挂在嘴上 说说而已 我们确实要知道 对于基督来讲 在我们的生命中 有一种力量是平安 这个平安是超越世界 任何的环境的平安 超越任何问题的平安 超越任何风浪的平安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只有深深的知道 在基督里面 我是平安的 魔鬼 才没办法 骄扰你 攻击你 你知道吗 菲利比书第四章 我们看这里的经文说 第六节说 应当一无怪欲 只要凡事记得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第七节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在告诉你 不要忧虑 不要担心 无论你面对什么环境 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信号神 都可以向神祷告 向神要求 向神感谢 祷告 祈求和感谢 这是对神的信心 在任何环境 任何问题面前 你都不忧愁 都不拘啊 都不担心 都不焦虑 凡事都祷告 依靠神 都祈求 相信他 都感谢 把荣耀回给他 相信他 帮助你 阿们 将你们所要的 告诉神 你到底要什么 第二姐妹 你要平安吗 你要告诉神 你要喜乐吗 你要告诉神 你要得医治吗 你要告诉神 阿们 你要信心力量吗 你要告诉神 无论你面对什么环境 你要告诉神 好吧 当你告诉神 第七节说 神所赐 出人意外的平安 什么叫出人意外的平安 出人意外的平安 就是超过 你所想的 第五姐妹 你所想不到的 神都为你想到 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所以 听众姐妹 你的心思意念 都会被保守 当你信靠神 当你不再忧虑 不再挂虑 你只要相信神 你只要感谢神 你只要向神 把你的心中想要的 告诉他 听着 你不是告诉他问题 你不是告诉他环境 问题也好 环境也好 神比你更清楚 你不是告诉他 我病得多严重 你不是告诉他 我这个健康出现问题 你不是告诉他 这个经济情况 出现多少问题 也不是告诉他 孩子这么大了 还没有工作 还找不到 还找不到妻子 是不是 这些问题 你不用说的 为什么 你所有的问题 神都知道 听众姐妹 所以不是要把问题 要把忧虑 要把环境告诉谁 而是要把你所想要的 你到底要是 有一个经济他说 什么时候 我应该怎样祷告 以前祷告 都是说问题 都是说麻烦 都是说我有罪 都是求神少年 求神医治 求神怜悯 可是几十年祷告下来 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反而越来越严重 现在听了你这讲道以后 我一下子都不知道 怎么祷告 我怎么为我孩子祷告 我就告诉他 一件很清楚的答案 我说 你到底想要 你孩子怎么样 你想要你孩子怎么样 想要他是怎样的一个结果 怎样的一个答案 你就按照你想要的 来祷告 阿们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你想要你的孩子 有一份好的工作吗 你想要你孩子 学习成绩好吗 你想要你孩子 长大了 有一个好的工作 然后他有一个好的妻子吗 为他祷告 把你想要的告诉神 阿们 跟你把你想要的告诉神 这种里面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 你的心会被保守 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当你把你所要的告诉神 你向他祷告 你向他祈求 你向他感谢 把你所要的告诉他 你的心相信他 你的心信任他 你的心感谢他 知道他必定给你成就 你就不会再忧虑 不会再担心了 弟兄姐妹 你放下一切的忧虑 一切的担心 你的心 开始充满喜乐 充满平安 来感谢他 阿们 好不好 当你来感谢他 你的心就会被保守 你所想要的 神必为你成就 哇 好不好 有一个姐妹 这段时间 他经历了很大的 从他来讲 很大的征战 他天天叫我给他祷告 我说姐妹 不要忧虑 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环境 你都要相信一件事 基督 你去把他的平安赐给了我们 在世界上有苦难 但是在基督里有平安 你拥有的是 在基督里的平安 是可以胜过世界 任何的苦难的 不要忧虑 不要担心 而是要感谢 要相信 神已经给你成就 当他开始改变这个心思意念 当他开始把忧虑放下 开始来祷告 开始感恩 开始相信 神给他成就 第一件的奇妙的事情 他是忧虑的 都信下了 那么他相信 他所祷告的 他所把他所要的告诉神 神就给他成就了 好不好 你想什么 就来什么 你怕什么就来什么 这你心中要是想的 是神帮助 把我想要的告诉神 神是我的供应 神是赐给我平安的神 我不忧虑 不担心 不害怕 弟兄姐妹 神就会帮助你 魔鬼是没有办法 嚼绕一个攻击女的 魔鬼没有办法 对付一个心中 有平安的基督徒 你明白吗 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任何的问题面前 你都不要顺着环境说话 也不要顺着问题说话 魔鬼就没有任何的机会 弟兄姐妹 你只要顺着神 给你的平安说话 好不好 只要把你所要的告诉神 你相信神 根据他的话 根据他的应许 他必定为你成就 马太福音 十二章 听众姐妹 听众姐妹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经文 这里的经文 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集 乌鬼离了人生 就在无水之地 过来过去 寻求安靴之处 却寻不着 你看到这个乌鬼吗 当乌鬼被赶口水 离开人的身体以后 他在外面 就在无水之地 过来过去 寻求安靴之处 去寻不着 在这里你要看看一件事 什么是 乌鬼 乌鬼是没有任何安全感的 魔鬼是没有任何安全感的 那魔鬼是怎样的呢 乌鬼是怎样的心态呢 乌鬼是非常焦躁的 他的心情是非常不好的 他非常焦虑 非常担心 你看他整天跑来跑去 整天忧愁 整天过来过去 是不是 他是焦躁的 他是不安的 他是心情不好的 正因为他是焦躁的 是不安的 是心情不好的 没有安全感的 所以你发现很多的人 也成为这样子 为什么这一个人 他成为忧虑的 成为担心的 成为惧怕的 成为怀疑的 不幸的 对任何人都没有信任 没有安心感 为什么他脾气不好 情绪不好 亲爱的 弟兄姐妹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他接受了 甚至他被仇敌 乌鬼 甚至魔鬼的这种性情 所影响的 魔鬼是忧虑的 是担心的 魔鬼是没有安全感的 弟兄姐妹 但我们呢 作为基督徒 我们是平安的 我们是有神的生命属性 神的生命属性 基督已经把他的平安给了我们 比格前书五章七节到八节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系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弟兄姐妹 一切的忧虑 你发现没有 一切的忧虑 不是百分之五十 不是百分之八十 也不是百分之九十 所有的忧虑 是不是 耶稣也讲过一句话 是不是 叫怎样 叫反劳苦 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边来 我就必使你们得安心 所以我们看到 在基督里面 你可以卸下一切的劳苦重担 卸下一切的忧虑 在世界上 你有忧虑 你有劳苦 你有重担 你有忧愁 但是弟兄姐妹 当你在基督里 当你在基督里的话 当你在神面前的话 要把一切的忧虑 卸掉 哈利路亚 为什么要把忧虑 卸给神呢 因为神 他关心你 他保护你 他不让你活在忧虑 当中 弟兄姐妹 神已经透过基督 把平安给了你 神已经爱你 神已经接纳你 神愿意拥抱你 触摸你 神愿意抚摸你 神愿意修复你 神愿意使你活在平安当中 阿们 他关心你啊 因为他顾念你 顾念的意思就是 他关心 他照顾你 弟兄姐妹 每一天就是现在 这个顾念的意思 不是未来时 也不是过去时 这个顾念的意思 是现在时 他的时代 是现在时代 也就是说 关心你是在现在 照顾你是在现在 爱你是在现在 给你平安 就是现在 拥抱你 就是现在 给你安息 就是现在 你相信他吗 哇 哈利路亚 没有任何的人 能够真正的 关心你内心的需要 也没有任何人 真正的给你平安的 把你的平安建立在人的上面 建立在环境上面 都会失去的 弟兄姐妹 只有在基督里面 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 阿们 当你明白 在基督里面 神顾念你 每一天 就是现在 神关心你 就是现在 神告顾你 就是现在 这是一个 现在时代 包括这 弟兄姐妹 当你认识到 这个真理 你看到吗 第八节书 勿要棘手精神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便利有行 寻找可通吃的人 弟兄姐妹 魔鬼寻找可通吃的人 遍地有行 寻找可通吃的人 发现了没有 说明一件事 有些人是魔鬼 没办法通吃的 他会寻找 那么有些人呢 就是他可以通吃的 他终于 遍地有行 终于寻找到了 那 什么样的人是魔鬼 不能吞吃的人呢 什么样的人 是魔鬼 能吞吃的人呢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这就是 喜乐的人 是魔鬼 不能吞吃的人 知道自己在 基督里是平安的人 脚上穿着 平安的 福音的鞋 穿着平安 福音的鞋的人 是魔鬼 不能吞吃的人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是穿着 平安的福音鞋 你是一个忧愁的人 你是个焦虑的人 你是一个没办法控制 管理你的情绪的人 动不动发脾气的人 你是一个容易倾向于负面的人 动不动说的 都是忧愁的 担心的 惧怕的 这些话语的人 这些忧愁 就像灰尘一样 忧愁 就像尘土一样 那你的脚上 就不是穿着 平安的福音鞋 你的脚上 就布满了灰尘 你就看到 当神 对亚当夏娃宣判的时候 特别对夏娃宣判的时候 说到一件事 说 你的后衣 要伤蛇的头 蛇的后衣 要伤你的脚跟 是不是 蛇要伤你的脚跟 所以就让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耶稣是女人的后衣 耶稣已经怎样 耶稣已经打败了 已经怎样 把母国的头 给怎样 给伤了 给伤了 那么 只有这位 蛇 伤你 后衣的脚跟 但是你发现一件事 当耶稣要离开世界 还知道他离世的日子禁了 回复的家的日子禁了 对不对 在约翰福音纪十三 你看到耶稣做了一件事 耶稣给门徒洗脚啊 为什么耶稣给门徒洗脚 当一个人头洗干净了 身上也洗干净了 就剩下脚了 而在中宫地区 他们都穿着草鞋 走在路上 这个脚是最容易脏的 脚上粘满了灰尘 亲爱的六姐妹 所以他们的脚上 粘满了灰尘 耶稣只要给他们洗脚 当他们的脚被洗干净了 他们从头到脚都干净 那么一个脚没有干净的人 脚上粘满灰尘的人 脚上粘满灰尘的人 就是带着一个人是怎样 一个人是忧虑的 忧虑就像灰尘一样 忧愁就像灰尘一样 所以这一说 彼得前人五章七一说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洗给神 如果你不把忧虑卸下 你不把忧虑这个像灰尘一样 卸一下 洗干净 就容易成为被魔鬼所吞吃的对象 第一个人 所以你把忧虑卸给神 魔鬼是没有办法吞吃你的 那你如果不把忧虑卸下来 就容易成为魔鬼所吞吃的对象 第一个人 所以这就是在这个 首领征战当中 我们穿平安的 福音的鞋的重要性 就是告诉你 不要忧虑 鞋在打仗的过程当中 上战场打仗 鞋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穿的是个破鞋子 如果你穿的是个脏鞋子 你在战场上是很难打仗得胜 是不是 所以我们穿的是平安的福音鞋 宝贵的地上之类 平安的福音鞋 你是没有忧虑的 平安的福音鞋 你是有信心的 平安的福音鞋 你是在基督里是平安的 你是相信神 在关心你在照顾你 与你同在的 阿们 所以听我请问 我们看一个地方的经文 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你去打开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路加福音十章的十九节 路加福音十章的十九节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 可以践踏蛇和鞋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权 很害你 第十章节目 你有平安的福音鞋 你是有权柄的 阿们 在这段属里征战当中 你穿着平安的福音鞋 你没有任何忧虑 没有任何灰尘 魔鬼没办法攻击你 没办法停止你 你穿着平安的福音鞋 你怕有权柄 你看到没有 就已经给我们权柄 可以践踏蛇和鞋子 你是有权柄的 你是平安的 你就是有权柄的 你用什么的话 证明你没权柄 或者你的权柄失去了 被蒙蔽了 你是平安的 你才会懂得用权柄 阿们 那么践踏蛇和鞋子 用什么践踏 就是用脚践踏 平安的福音鞋 可以践踏从你 所以 不管你面对 什么样的事情 什么样的问题 什么样的环境 你都要相信 神与你同在 把你的忧虑谢给神 阿们 相信神关心你 顾念你 你跟神亲信 你祷告你一号神 神会带你 你祷告到一个地步 你亲近神 你到一个地步 你的心中有平安 弟兄姐妹 所以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无论你判断环境 判断问题 前方的道路如何行走 是不是 该怎么做 都是根据什么 都是根据平安 弟兄姐妹 如果是神带领你 你心中就会有平安 弟兄姐妹 有神给你的平安 带领你的话 你只管大胆去做 有平安 只管去做 没平安 就不要做 这与你的聪明没有关系 与你的学历没有关系 甚至与你的身份 教育背景都没关系 他与什么有关系 他只与神有关系 阿们 所以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会决定的 你是不是心中有平安 当你把忧虑都卸下 你关心的信号 神必定带领你 你心中会有平安 阿们 哥勒西书 三章十五节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看着没 嘿嘿 这就请 做主是什么意思 啊 啊 做主的意思 就是他来管理 来统治 来掌控 有什么来做主 有什么来管理 有什么来掌控 就是有基督的平安啊 让基督的平安来引导你 基督的平安来带领你 基督的平安来掌管你 基督的平安来统治你 因为只有神才知道 什么对你才是最好的 阿们 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 非常奇妙 所以神知道 什么对你是最好的 阿们 所以他就会把基督的平安 放在你里面 是不是 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 你们也为此蒙昭 归为一体 其要成感谢的心 基督之类 阿们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 对基督徒来讲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平安 但基督已经把平安赐给了我们 刚才我们读的 约翰福音14-27 耶稣把平安赐给了我们 其实这就是这样 这就是耶稣 他对每一个信他的人 门徒的因素 这是耶稣 上十字架之前所说的话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遗嘱一样 我们是继承人 我们是合法的继承人 耶稣立下了一个遗嘱 他要上十字架 他要付 他要怎样 回天家去了 是不是 从司令复活以后 要回天家去了 所以他立下了一个遗嘱 要把什么赐给你啊 要把平安赐给你 阿们 平安 西部来文就是杀龙的意思 所以平安 其实它有很深的含义 包括什么 包括灵 输灵的平安 包括输身体的平安 包括财务 婚姻 家庭 经济 各方面上 蒙福 新盛的平安 平安 所以在基督的平安里面 我们是继承人 当你拥有基督的平安 你就会拥有身心灵的健康 你就会拥有一个 强大的 输天的喜乐的满足 你就活在一个 不但受干扰的领域 不但受干扰的境地 无论在什么环境 无论大事 小事 你都拥有基督的平安 哈利路亚 神不要让你为一点小事 就忧郁 就担心 就愁眉 就愁眉苦脸 乌云密露 神 不要你这样的被欺骗的 弟兄姐妹 特别是长期的活在负面的思想 挺错误教导的弟兄姐妹 很多人导致到一个地步 最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睡不着 失眠 为什么 因为他被谎言欺骗 被仇敌 蒙蔽 挺错误的教导 思想都是负面 忧虑 担心和惧怕 最终他失去了体验 失去平安 倒置一个地步 连睡眠 都睡不着了 要靠吃 安眠药 睡觉 接着最终你发现一件事 身体各方面上出问题 仇敌用各种疾病 攻击他的身体 然后工作也干不了 上班也上班 生意四伏 你看 这样的生活 是完全成为一个 被仇敌痛痴的人 生活毫无喜乐 毫无平安 毫无志愿 如何让你的心中有平安 平安的福音 那就是每一天 你要听正确的道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一开始每一天 做两件事 拿两件事 第一件事 听道 阿们 听什么的道 听平安的道 听福音的道 好消息的道 不再去听那个负面的 定罪的 让你忧虑担心 惧怕的 是不是 开始听这些好消息的道 福音的道 恩典真理的道 基督心造的道 权柄能力的道 得胜有余的道 当你听这些 真理的道的时候 弟兄姐妹 这些平安的福音 平安的好消息 平安的道 会使你的思想 你的神经系统 你的每一个细胞 重新被祝福 被建造 在听道的功能当中 你一起来放言 你一起来李圣菜 一起来摩游祷告 你现在是吃到里面 摩游祷告是摩在外面 弟兄姐妹 你从里到外都怎样 都活在基督的盟约当中 活在基督的救恩当中 阿们 那么你从里到外 都会恢复平安 这是第一件事 听到 第二件事怎样 方言祷告 弟兄姐妹 当你大量的方言祷告 你有没有经历过 我经历过好多次 有的时候心里面 遇到问题了 被人挑战了 被人定罪 很难受很难受 这个时候 心里特别难受 这么大 我就在那里放大一切 安静心在方言祷告 到大量的方言祷告 赤字的方言祷告 到一个地步 你知道吗 祷告到一个地步 里面就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阿们 里面就像喜恶的江河 在永流 阿里路亚 以色亚书28章 以色亚书28章 11节12节 先知说 不然主要记一帮人的嘴唇 和外帮人的舌头 对着百姓说话 他曾对他们说 你们要使疲乏的人 疲乏人得安息 这样才得安息 才得舒畅 他们却不准听 弟兄姐妹 这是先知的预言 预言什么呢 预言这些外帮人 他的嘴唇会说出 结结巴巴的话 在另外一个译本 看另外一个圣经的译本 就讲到 一帮人的嘴唇 就是会说出结结巴巴的话 其实这 他就是指的是什么 弟兄姐妹 他指的就是方言 阿里路亚 一帮人的嘴唇 外一帮人的舌头 他们所说的话 是结结巴巴的话 这指的就是方言 当他在方言祷告 更多的方言祷告 他就会怎样 疲乏的会得安息 你疲乏吗 你会得安息 你忧虑吗 你会得安息 你焦虑吗 你有压力 有重担吗 你心中烦躁吗 透过方言祷告 听着 你会得安息 你会得舒畅 宝贵的弟兄姐妹 所以当你方言祷告 你祷告的一个地步 你的里面就像换的一个人一样 风言祷告 是你的喜乐 是你的平安 就会在你的心里面 掌权 听着 听着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透过听正确的讲道 透过领圣餐 透过母友祷告 来祝福自己 然后透过风言祷告 这就可以使我们活在基督的平安里面 阿们 基督的平安就能够在我们生命中掌权 弟兄姐妹 你就能运用基督的平安来胜过一切的环境 一切的问题 一切的风浪 阿们 这就是我们怎样的来活出基督的平安 你要透过听正确的道 要透过方言祷告 阿们 你圣餐抹油 这些都是让我们活在这些平安的里面 当你听正确的道 当你方言祷告 到一个地步 你会经历到神给你的带领 基督的平安会在你里面住 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选择 你会根据你心中的平安做距离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多么美好的事 这是我们基督的生活方式 我们活在基督的平安里 我们都要听正确的教导 透过你圣餐抹油祷告 对不对 透过风言祷告 你会发现你的里面充满了赎钱的天 哇 这是世界上人是没有的 世界上人遇到问题 不要遇到环境 要么喝酒 是不是 喝酒一喝喝这个烂醉物 借酒消愁 愁跟愁 愁到淡水 水跟牛 你发现 喝酒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要么是怎样 要么是听音乐 是不是 听音乐也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无论世界 他是用听音乐啊 是用喝酒啊 是用去购物啊 冲动购物啊 还是去 特别有些人 他心中有忧虑 有大心之怕的 他赶紧去把东西 是不是 他多买点东西回来 满足一半 哈哈哈哈 听不见没 还是唱歌啊 还是蹦跌啊 还是在试试 他无论大家 用什么样的方法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解决不了这些环境 世界的方法 没有办法胜过忧虑 没有办法胜过环境 没有办法胜过问题 但耶稣给我们的是真正的平安 哈利路亚 十星怪 十二章第六节 彼得被谁啊 彼得被西律 抓起来 是不是 关在这个肩脑里面 你发现一件事啊 发现一件事 我们看一下 从一节开始 十二章第一节 那时 叙利王下手苦爱教会中几个人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 雅各 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 又去捉拉彼得 那时正式除教的日子 叙利拉彼得 收在坚里 交代四班兵兵看守 每班四个人 意思要在 一月节后 把他提出来 当着百姓 办法 于是彼得被囚在间里 教会去为他 窃窃地祷告 第六节 西律将要 其他出来的前夜 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 睡在两个冰军当中 看守的人 也在门外探守 冰冰冰 你看看这个 都被抓起来的 关在监牢里的 于是彼得后 就要把他再怎样 就要把他拉出去 砍头了 知道吗 你看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他被两条铁链锁着 还有四班兵兵看守 门外两个 里面两个 里面两个 还和彼得一起睡 也就是说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彼得睡在中间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你发现 他竟然还睡得着 亲爱的地方 亲爱的地方 是不是 今天你遇到一件事了 哎呀 大忧愁的不得了 晚上睡觉就去 搞得后悔意 不知道怎么办 你看人家彼得 遇到这样大的逼迫 马上就要失去 你也已经失去 生命的危险 人家照样是 该吃吃 该睡睡 第二天就要被砍头了 头一天晚上 还能睡在两个 冰冰当中 还睡得这么香 为什么说他睡得这么香呢 这里说睡在两个冰冰当中 看守的人 也在门外看守 第七写说 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 站在旁边 屋里有光照样 天使写见 为什么天使写见呢 因为教会在为彼得 窃窃的祷告 你明白吗 当教会窃窃的祷告 天使就想先帮助彼得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所以祷告是有能力的 天使是为这种救援人效应的 遇到环境 遇到问题 你不要放弃 不要忧虑 你要做的就是切实的祷告 我相信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 在切实的祷告 是怎样祷告 是方言祷告 因为初代的教会 都会说方言 都是在圣经里的祷告 都是方言祷告 阿们 当他们切实的祷告 你看到天使就写见 那天使写见 就有光照耀啊 屋子里面 充满了光啊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个人睡觉了 光那么亮 到他眼睛 他还不行 睡得多小 所以你看 甚至到一个地步 要怎样 要天使拍彼得的乐 拍醒了他 你看看这个彼得 睡得多小 天使显现了光 照耀屋子 他不行 还要天使拍他的乐盘 把他乐盘敲几 然后敲敲敲 拍醒了 是不是 你说他睡得多小 为什么彼得能睡得这么小 因为他知道 耶稣基督把平安吃掉 阿们 因为他知道 耶稣爱他 耶稣保护他 他不忧虑 不担心 不救 吃着香 睡得多 阿 不是在风平浪静 风和日丽 环境一片大逃的情况下 吃着香 睡得多 那是谁都吃着香 在狂风暴雨 在低祸患难 在马上要失去生命的危险的时候 还能够吃着香 你才是真意 这就是谁 这就是彼得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 在这种环境当中 他永远能够睡得着 为什么 因为他心中有基督的品 比如你没 所以天使 拍醒了他 说快快起来 然后呢 那铁链就从他手上 托漏下来 天使对他说 树上带子 穿上鞋 他就 那样做 天使又说 批断外衣 跟着我来 彼得就出来 跟着他 不知道天使 所做的是真的 只当见了一将 过了第一层 第二层监牢 就来到临街的铁门 那门自己开了 他们出来 走过一条街 天使便离开他 去了 彼得醒悟过来说 我现在真知道 主 推行他的使者 就我脱离西律的手 和犹太百姓 一切所盼望的 包括这地方 什么 看到里面 如果彼得 在那儿的煎熬当中 在那儿的逼迫患乱中 他又是忧虑 又是担心 又是惧怕 吃不下 睡不着 然后又埋怨神 又埋怨人 神啊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为你弹飞 他们还挂了我 把约翰的哥哥家 各伤了 还要是把我抓起来 还要杀我吗 神啊 我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 赤徒吗 我不是要传向耶稣基督的福音吗 为什么还要面临重要的生命危险 重要的逼迫呢 亲爱的逼迫姐妹 如果彼得是忧虑的 是担心的 是惧怕的 是埋怨神的 是埋怨云的 他能经历 这样超自然的保护吗 能得到这样超自然的释放吗 所以你就发现 彼得的书信里面 有大量的写道 要怎样 要把忧虑写给谁 阿们 把一切的忧虑写给谁 因为他固定 固定就是关心 道德 为什么 因为他亲自经历道德 在逼迫大贩战当中 彼得仍然能够心中充满平安 根本不作用 阿们 他相信神必定保护他帮助 就算是死也没关系 枪声一响 灵魂直打天 是不是 你看怕耍 好不好 不要再说 啊 逼迫好大 真正好大 大傻 魔鬼最后的风环 根本是怎样 根本都是无用功 耶稣基督才是得胜的 你拥有的是基督的平安 阿们 拥有基督的平安 你才是真正被保护的 所以你发现 彼得在任何环境上中 他相信自己有基督的平安 他把忧虑吸给人 所以他照样吃了香 睡得着 在那边教会切切地为他祷告 在这边 彼得一切忧虑吸给人 彼得完全信教手 彼得心中充满了平安 所以你发现 睡觉睡到一个地步 睡在两个平静当中 天使来呢 还不醒过来 光照过来 还不醒过来 还要去拍 拍他 才把他拍戏 你想想看 这是多么强大的平安 就是因为 有这样强大的平安 所以神 四人出零意外的平安 你发现了没有 神不但听教会的祷告 彼得也是大有平安 大有信心的人 所以神 拆开天使来救他 脱离西律和犹太人 对他的逼顾 彼得最终 成功得到超自然的事物 听着 这是神秘的灵状 这就是基督的平安 阿们 所以彼得 依靠着耶稣基督 给他的平安 超越一切的环境 超越一切的风浪 超越一切的彼国 最终 他竟然得选 是不是 阿们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的第四章三十五节 好 我们尽量快点 不用请 马可福音四章的三十五节 到四十一节 当那天晚上 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门徒离开众人 耶稣仍在船上 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 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 三十七节 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买了谁 耶稣在团尾上 整着枕头睡觉 门徒叫醒了 说 夫子 我们丧命 你不顾吗 耶稣醒了 赤则风 向海说 住了吧 近了吧 风就止住 大大的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 感谢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他们就大大的计划 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懂 大家 这一战 我们经过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是怎样 耶稣和至今的一个计划 叫门徒说 都到哪里去 这是谁说的话 这是耶稣说的话 然后呢 门徒就谣传 是不是 然后耶稣睡在坛上 耶稣有点累 可能是 讲道 一定赶鬼 一直在做这些施工 所以门徒们认为 这是自己的时候 到 因为这里面 彼得呀 雅各 约翰 都是大渔的 都是经验丰富的 都是能够驾驭团支的 是不是 所以现在临到他们显身的时候了 所以他们就摇船 要过去 这个时候你看到 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大雨 大陆从内 甚至传要满了水 也就是说 看起来是平安的 环境 忽然之间 实施的平安 这个忽然之间 环境改变了 忽然之间 风浪起来了 忽然之间 船满了水 忽然之间 又灭了生命的威胁 而这个时候 耶稣在干啥 耶稣在残尾上 整个整个睡觉 弟兄姊妹 那么门徒怎么办 门徒就非常忧虑 担心和害怕 然后就叫醒了 他说 夫子 我们上命 你不顾吗 你看耶稣醒了 是不是 耶稣有没有说 哇 风浪这么大 啊 船长都满了水 哎呀 彼得耶和于 和你们赶紧跳到海里去 你们会游泳 哎呀 赶紧把我拖着 我马上就不行了 我是墓地 墓下了 我不会游泳 经认为 耶稣有说这话吗 没有 耶稣 耶稣 说的什么话 耶稣 请了 赤则 风 向海 说 不了吧 进了吧 风就止住 大大大的平静 你发现了 耶稣 对风说话 对风说话 当 面临问题 面临环境 当事情 不顺利的时候 你该怎么说话 你是顺着问题 说话 顺着环境说话 顺着风浪说话吗 然后说出 你要放命的结局吗 你要失败的结局吗 你不好的结局吗 不是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作为每一个神的儿女 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让我们在这里学会 无论面对 怎样的环境 怎样的风浪 我们都应该 大胆的承认和 宣告 说出 耶稣基督的语言 与耶稣基督的心一致 与耶稣基督的语言一致 与耶稣基督的平安 对齐 阿们 好不好 所以 如何穿上 平安福音的鞋 不是说 你穿上平安福音鞋 你就不会遇到风浪了 也一速才会遇到风浪 也一速才会遇到环境 对不对 连彼得还会遇到逼迫 世界本来就是苦难的 世界本来就是有患难的 有苦难有征战的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拥有基督的平安 我们穿上平安福音的鞋 我们是可以胜过世界的困难 胜过世界的苦难 胜过世界的风浪 如果胜过世界的苦难 如果胜过世界的苦难 就是你的思想 你的说话 要说出与耶稣基督平安 一致的话 阿们 不要说疾病的话 要说健康的话 不要说刑法的话 要说平安的话 不要说问题的话 要说你想要的美好的结果的话 不要说风浪的话 要说布的话 尽那的霸 这样的话 当你说出这样的话 说出与基督平安 背齐的话 一致的话 弟兄姐妹 你就是在宣告沙龙 你就是在宣告平安 你就是在释放 天国平安 与你同在 神传品伦理 与你同在 天国属灵的全是 你同在 耶稣基督留给你的是好的 留给你的是平安 耶稣基督的平安 超越一切的风浪 哈利路亚 所以无论面对什么环境 你都应该昂首天凶 我们都应该坚定的相信 基督的平安与我们同在 道会的弟兄姐妹 你认为应该是要 吃得香 睡得到 心情好 身体棒棒 举起双手 大声宣告 大声承认 基督与我同在 平安与我同在 一切风浪不消失 够了吧 尽量吧 这样 你就是穿戴着福音的鞋子 行走在平安的路上 你就会胜过环境 你就会得胜 你就会胜过问题 你会活出美好 你会胜过风浪 你会平安的到达地面 到达目的 哈利路亚 好不好 朋友姐妹 这是我今天晚上啊 分享的这个 这个 平安的福音鞋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超自然保护 什么是平安的福音鞋 平安的福音鞋不是你在那说一下 我穿着平安的福音鞋 就是平安的福音鞋 可是面对问题面的伤心 哎呀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忧虑担心惧怕 顺着问题说话 顺着风浪 顺着环境说话 顺着疾病说话 顺着疾病说话 顺着说话的话 你再来转身说我穿着平安福音鞋就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平安的福音鞋 你必须要认识到平安是什么 平安是我已经与神和好 阿们 与神的关系已经和好了 神与我同见 神保护我 神关心我 神顾厌我 阿们 平安是从哪里来的 平安是从基督来的 基督赐给我的 阿们 我拥有的是基督的平安 那如何运用基督的平安 如何在你面对任何环境 任何问题 任何风浪的时候 你都不要放弃 你都不要接受从魔鬼而来的忧虑和担心 要把一切的忧虑卸下 一切的灰尘 卸下 一切的灰尘 洗干净 怎么洗干净 天道 神的道就像水一样 把你心中一切的忧虑洗去 一切的担心洗去 一切的惧怕洗去 一切的灰尘 洗去 从头到脚 神的道 神的话语 就是水洗净你 洗净你 神的道 神的话语 洗净你一切的忧虑 一切的灰尘 神的道 神的话语 就是平安的福音 就是好消息 阿们 当你听到这些平安的福音 这些平安的道 这些平安的好消息 就能使你胜过一切的灰尘 胜过魔鬼的教育 在这张书里的征战当中 你才会真正的有信心 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你会得选 好不好 所以听起来 我们运用基督给我们的平安 在无论什么问题 什么环境当中 我们要多听道 我们要领圣才没有祷告 我们要多多的方言祷告 当你多多的听正确的道 当你多多的听平安的道 当你多多的方言祷告 你会发现 无论面对什么环境 什么事情 什么问题 你的心中 都有基督的平安做主 无论你面对该怎样的选择 你不会忧虑 怎么办 怎么办 你会里面很清楚 神的带领 你做出的决定 是根据你心中的平安做主 你心中有平安 你就做 你心中有平安 你就有亲这边道 你心中有平安 你就继续这条路上一起走 你不要把这些人怎么做 魔鬼怎么做 某某牧师怎么说 某某姐妹怎么说 某某弟兄怎么说 他说的都是从鬼而来的 让你实属情爱的 让你害怕的 让你怀疑 让你不信 让你忧虑的 让你不敢听的 你看到很多人在这边 整天就说别人 一天到晚说别人 没事就说别人 不是 说到一个地步 你看 说到你听了以后 你心中就没平安了 你被他说的怎样 说到你什么都不敢听了 什么都不敢信了 什么都不敢说了 什么都不敢做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得着的是基督的平安 所以我们只应该听基督的 阿们 做这个决定 我要清楚的知道 基督怎么说 基督怎么带领 如果是基督让我做的 我心中就会有平安 我绝不听 好不好 包括这听众姐妹 所以在你面对任何的环境 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你心中所想的 你口里所说的 都应该与基督的平安 完全一致 阿们 好不好 神祝福所有的家人们 感谢赞美主耶稣 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 马上到这里要结束了 阿里路亚 请我们的三个 一起来祷告 谢谢主耶稣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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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拥有基督的平安 供耶稣的圣灵 在任何的环境 任何的问题当中 我们都能得胜 感谢神的环境 所有的弟兄姐妹 不太忧虑 不要太担心 把一切的忧虑 就谢给神 在神灵盛 阿公愿祢 爱祢 感谢祢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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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家人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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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